哈囉,大家好,我是成功娛樂的鬧咪 今天要來和你談戀愛 關於愛情的兩部電影 要你感同身受,要你揪心胃痛 要你入場記得帶衛生紙 在影片開始之前記得先按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之後你除了會收到最新的電影預告以及電影資訊之外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每一次影片更新的時候你都會收到通知喔 如果發自內心去喜歡一個人 那你就不會想要管任何事物除了那個人以外 揪心心力的愛情電影《愛在末路之境》 改編自知名作者水城雪可奈的動人原作 導演Yuki Sada Isao 也曾經說過 這部電影的角色會在不經意的地方感到幸福 又會在微小的事情上面感到受傷 透過這部作品 她想要將這些也許我們都曾經有過的轉瞬情感獻給各位 故事敘述陳田玲所飾演的金之瀨在大學迎新會上 對大昌中藝飾演的學長公醫一見鍾情 在後來睽違七年再度相遇時 金之瀨決定直求告白 卻被公醫一句 為什麼我必須和男生交往而拒絕 隨著公醫的前女友下身的出現 兩人的關係也開始有了變化 戀情開始的瞬間 複雜糾結的關係 在心中悄悄醞釀的愛的糾葛 這些多樣的情感和對話 將心裡的透過電影中淒美的畫面映照出來 淒美的畫面映照而 出 你有好好喜歡過一個人嗎 獻給有過痛苦戀愛之厭的你 令人難以忘懷的愛情故事 愛在末路之境 也許你沒有聽過《中島美雪》的歌 但是你可能聽過鄧麗君的《漫步人生路》 或是鳳飛飛的《瀟灑的走》 或是任賢情的《傷心太平洋》 這些歌曲都是翻唱她的歌喔 來聽請掌聲 《中島美雪》在1952年 出生於日本北海道札幌市 是一位創作型的女歌手 而本次要介紹的電影 《獻愛在相逢時》 就是以她的經典名曲 《蜜》作為靈感打造出來的劇本 在這首歌曲當中 她強妙的將人比喻成獻 敘述著男女之間相遇的奇蹟 以及珍貴的羈絆 自1998年發表之後 廣為流傳 至今仍是許多歌手喜愛翻唱的曲目 現在也成為日本平成時代 最具代表的國民歌曲 電影《愛在末路之境》 將於11月20號與大家見面 如果對電影《獻愛在相逢時》 有興趣的朋友 想知道它什麼時候上映 記得隨時鎖定《測苦娛樂》的粉絲專頁喔 你人生的那段戀情是否還克服民心 是如同獻一般的交織纏綿 或是如同行走在路的鏡頭 帶著那份回憶 想著你曾經喜歡 或是你現在好喜歡的那個人 去看電影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一瞬で恋に落ちた 大友先輩 お久しぶりです 今の先生 久しぶりじゃん 大学の頃から先輩 ああいうタイプに弱かったですよね そうかもな ずっとあなたが好きでした 好きで苦しくて 我和你相似嗎 為什麼我和男人相似不必要 你會被刺激 你會被刺激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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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位是誰 有理由 沒理由 不然 心底惚了 我认为他一位就在那些人的你 一切都在想要 你做什么 我认为你選擇的 女和男的 我认为你選擇 我认为你选择 普通的地方是无理的 你肯定好人的 你肯定好人吗 你肯定好人的吗 神明是你 生命回覆你 是你 忘了用 恋的故事 青瘦是 Chi-ZU的夢